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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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不忍闻 你们俩谁能模仿那种惨叫声 干吗 将功赎罪 春叫猫儿 猫叫春 听他越叫越精神 包证也有猫儿意 不改人前叫一声 写得怎么样 出手不凡 实话 实不相瞒 国舅爷的诗不能单看一首 要多看几首 才能品出其中的门道 继续说 多数文人雅士的诗 虽说精美斐然 但是仔细想想 难免交入造作 不像国舅爷的诗 直觉了当 从不惺惺作态 像是写给自己的 哼 这话我倒不是头一回听说 哦 还有人这样评价过 以前有一个叫韦文清的家伙 也这么说过 韦文清 怎么 你们认识 哦 不 不认识 那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有朝一日让小爷遇见 小爷一箭扎死他 他 得罪过国舅爷 岂止得罪 小爷有这次入狱 全败他所赐 请国舅爷恕罪 你这是干什么 小人胆大包天 向国舅爷撒了两个谎 哪两个 其实小人认识韦文清 你到底哪句话才是实话 刚才小人以为 他是您的朋友 所以没敢说出实情 怕 行了行了 说第二个 小人 不是因为躲债而进的大牢 而是因为 报名 报名 都是那个韦文清害的 请国舅爷 替小人做主 行了 站起来说 谢国舅爷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人本是湖北君州人 寒窗苦读了十几年 来京就是为了考取功名 可是没想到 有天夜里 小人正在读书 主考官跟那个韦文清 就过来找我 知道吧 知道了 陈室伟见过大人 不知大人找我何事 好 来 坐下说话 谢大人 书读得怎样啊 皇上临时把重点放在册论上 确实有些措手不及 好在学生这些年 从未放下过四书五经 每日少睡几个时辰 温习温习 还能应付得过来 好 不错 不错 你呀 勤勉后学 有才智过人 可惜啊 你今年中不了 为什么 那是因为本官 不会举荐你的考卷 大人 是什么意思 听说陈公子才华横溢 我愿将这五百两银子赠予你 还请陈公子行个方便 替我的朋友代考 若是考中了 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开 开什么玩笑 如果陈公子觉得 我是在开玩笑的话 那你不但名利两空 性命也堪忧了 你是什么人 指路人 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我也是替人办事 托付我的人 就是王法 不 皇上刚刚颁布了圣旨 但是 今年可考的卷子 都是密封的 除非你们现在要了我的命 否则 休想埋没我的考卷 你可别忘了 在密封以前 本官就可以让你的卷子 不翼而飞 是 陈公子 我们无怨无仇 都是身不由己 我劝你还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吧 等事成了之后 回老家想想清福 三年之后再来考也不迟 不 不 那天夜里 我把圣贤书都烧了 圣人们说 宁为玉虽不畏瓦全 还说弃而不舍 今时可漏 可他们从没说过 哥哥拧不过大腿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所以你就躲进了大牢 不 我替他考了 但是我不会让他如愿 你要让他落榜吗 恰恰相反 让他落榜 只能让他失去一次功成名就的机会 我要让他高中 你什么意思 我后来打听到 托我代考的人 只是想中五举 可是凭我的学识 帮他中榜 易如反掌 考五举 没错 考五举 所以我要竭尽所能 让他比文局的考生 还要出类拔萃 最后考成星科状元 只有这样 才会让他遭到天下人的质疑 原来如此 我还真小看你了 是我小看他们了 我想考完试就六之大忌 没想到那个韦文青 带着一帮打手 生生把我关进书院的库房 把我囚禁起来 忍几天 只要我的朋友事成了 立马放你拿银子走人 我要找 走 走 你如何躲进大牢的 就在前天夜里 书院突然起火了 我开始以为是韦文青放的 他要杀我灭口 眼看火快烧到我跟前了 我集中生智 想出了个脱身的办法 可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打斗声 你 我知道他们有权有势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算我逃到天涯海角 也未必安全 所以 我就连夜调戏了一个民女 把自己送进了大牢 没想到 天底下还有如此荒唐的事情 好在老天开眼 让小人认识了国舅爷 因大仁大义 一定要替小人讨个公道 有这个必要吗 防患未然 望国舅爷见谅 慢 包大人该叫我声状元 过了今晚 我就金榜提名了 如果你真成了状元 本官一定改口 这瓶子里是什么 包大人 你是不是该焚香白酒 给本少爷庆功啊 案子没破 无功可轻 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 说吧 什么事儿 让你都用上枷锁了 没想到 包大人还玩起了刑讯逼供 怎么着 吓唬小爷呢 这不是在动醒 是中毒后痛不欲生的惨叫 中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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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兄弟 你能叫得逼真点吗 猪躥逼你会叫 你这么叫他會听出来的 知道吗 本来就哄不住的 我又不知道 怎能跟他叫的一样 人疼的时候叫法不一样吗 那隔着墙呢 叫好了誰能听得出来 那你叫 那你说话不要疼 现在话人不露笑了吗 你不是说人叫都一听声吗 谁中毒了 张东 什么 王延龄的手下 为了逼他出卖你 给他服了毒 王朝马汉 把他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毒药 折磨了五个时辰 张东中什么毒了 断肠草 桌上这柱箱烧完 刚好是六个时辰 到时候张东就没救了 那你应该去找郎中 你把我叫来干什么 能不能救他 全看国就你 你什么意思 这个小瓶装的是红毒灰 平常人喝下去必死无疑 但他恰好可以跟断肠草 以毒攻毒 你在跟我谈条件是吧 只要国舅如实招供 本官立刻为他解毒 小爷才不会为了一个奴才而出卖自己 为奴才你不会 但为朋友 你会 没想到你也如此下作 祸是国舅闯的 毒是斩无为下的 我也只是顺水推舟 你现在就是见死不救 张东触犯王法 本来就罪不可赦 他替你卖命 替你受过 甚至愿意为你送死 见死不救的是你 不是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来人 好 你有种 说 那个替考到底是谁 是书院的一个书生 其实我和少爷也没见过他 少爷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从头到尾 都是托一个叫伟文清的枪架操办的 什么架 方江管替考的叫枪替 管千绳搭线的叫枪架 那个替考在哪 张东 你替你们少爷进了中午 我们张家不会亏待你 只要你说实话 剩下的事情 就由傅将军来处理 小的不求回报 只不过 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你不知道 只有伟文清知道 当初 少爷被您从厅语楼抓回来 臭骂了一顿之后 本打算 改天就去找伟文清 吩咐他灭了替考的口 可是当晚 我在书院放火的时候 被展无尾给抓走了 后面的 我就不知道了呀 为什么去放火 是少爷吩咐我去的 本来没想把事情 当这么大 天亮在去找伟文清 你先去趟书院 把今天所有考上的本案 统统烧了 又放火 对 但是这次只烧本案 别把事情搞大了 知道 不要 我刚得上火 也不知道打哪儿杀进来一个剑客 我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跟我动手 谁成想 我好不容易逃到了前院 一个缝丫头 带着王朝和马汉也杀来了 后来他们仨 又和展无为联系手来对付我 到最后我就被他制服了 可他们仨也被展无为算计了 就这样 我就稀里糊涂地 被抓到了王延林的四牢里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傅将军不是把你从开封府救出来的吗 张大人 他是被王朝马汉和那个封丫头 又给救回开封府的 这几日在下一直在暗中监视包拯 昨天我见王朝他们跟一个大侠 学了一下午的剑法 到了晚上就鬼鬼祟祟地出去了 在下觉得可疑 就悄悄地跟了上去 你直跟到郊外我才弄明白 原来他们是奔着展无为去的 他们就这样用下三滥的手段制服了展无为 把张东给救走了 那傅将军 你为什么不趁火打劫 张大人 当时张东身中剧毒 没错 我就是被王延林 那个老家伙下的毒 在下不懂得解毒 便不敢轻举妄动 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 他们把张东救活了 我才下的手 真的 是 这么说 那个剃靠现在还活着 是 小的连命都差点丢了 哪还有时间去吩咐韦文清灭口啊 少爷被您抓进大牢里 八成 他也没工夫 去吩咐呢 你们还有理了是吗 不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韦文清现在在哪 在玉街东角楼 附近的一处大宅子里 把他给我抓回来 是 走 张东有情有义 着实令本官刮目相看 相信张国舅比我更看重情义二字 你不是情义之人 配不上跟我谈这两个字 包姆何尝不向往性情 但我更看重忠诚 忠诚 忠诚 忠于谁 皇上 大宋 还是你的上司 良知 那要是你的良知跟皇上相违背呢 或者你的上司要你对付皇上 或者你那个皇上对不起大宋呢 绕来绕去 你该背叛哪个才算是忠诚 张东对我的情意 是我拿我对张东的情意换的 而不是打着什么忠诚的幌子骗来的 在这个世上 根本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忠诚 即便是张东 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他 那张国就相信什么 我只相信我自己 就算是张东想出卖我 他也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张东根本就不知道伟文青的下落 酒院我都安排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相信你 我要亲眼看着张东把解药服下去 解药不会也是假的吧 是真的 但张东不在隔壁 张东在哪儿 我也不清楚 之前他的确被掌握为下毒 是王朝马汉救了他 不过半个时辰之前 他被人劫走了 隔壁的叫声是马汉庄的 国舅见谅 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只能出此下策 带回牢房 是 别动 给我记住了 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 是 是 是 走 走 走 确定是这儿吗 好 走 确定是这儿吗 好 好 怎么这么清醒啊 这么大的宅子 那小子指不定猫哪儿呢 看来这小子没少捞回钱哪 他干成一笔 顶您一年顶我十年 乖乖 可惜他无福消瘦了 走 走 乖 你们三个去守住偏门 你们三个守住后门 把门给我看死了 谁也不许出去 是 哥 咱是咱们见还是翻讲见 你嗓子怎么了 刚才喊呢 请进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其他人跟我走 走 国舅爷 请 国舅爷 扭嘴了 等会儿 去弄几个菜 再温湖酒 酒 没有 就去买呀 好 好 孟舅爷 公舅爷 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 你觉得他们敢吗 不敢 不敢 那还问 哥 这家里咱们已经会够了 对啊 咱跳不跳 这家里咱们已经快 kop了 跳不跳 跳啊 一下跳 一起跳 跳爺 不跳 跳爺 偏步嘛 爺 謝謝爺 謝謝 你王朝爺爺來了 你們是什麼人 開封府的 什麼 開封府的 嚇小爺一跳 我告訴你們 老子上面有人 老子上面有天 什麼 老子上面有天 有天 小人沒猜錯的話 這頓酒應該是洗塵酒 看來國舅爺要重見天日了 請吧 敬您 我能不能重見天日 就看你了 看我 我還記得 昨日你跟我講過 你願意為我上刀山下油鍋 你還記得嗎 記得 您是恩人更是貴人 小人誓死追隨您 那如果 讓你為我去死呢 死 對 現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換成你你怎麼選 好 當然是我死 死而無憾 小人對國舅爺的忠心天地可見 好 那你就以死盡忠吧 為 為什麼 你是一個聰明人 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 你還記得 你剃考的卷子上面 抬頭寫的是誰的名字 張 子庸 我姓什麼 張 您就是 沒錯 我就是那個顧偉文卿 找你剃考的一介武夫 如你所願 我中了狀元 但可以 究竟是 我姓什麼 還罵 呢 有 我選 什麽 甚麽 我選 我選 冤家陆宅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巧试成双 这次你我都是奔着张东来的 只不过你先我一步到了开封府 我就只能放长县钓大鱼了 你跟踪我们 各位其主 身不由己 好 既然你送上门来 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慢着 我问你 韦文清现在人在何处 我还想问你们呢 看我干嘛 我也不知道 既然都是各位其主 那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算你们聪明 后会有期 你就这么放他走啊 张大人要的是韦文清 又不是他 他是王延龄的人 就是他绑的我 还给我下毒 想报仇是吧 找他去吧 我不拦着你 我 我会将情况如实向皇上禀报 尽可能多争取些时间 不过在叙事之前 请包大人务必赶去宫里复命 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 多谢张大人关照 另外 在韦文清归案之前 我希望包大人吩咐玉族 照顾好我哥 怎么 张大人是不是觉得本官问案的手段过于 手段不重要 只要结果正确 我只是觉得我哥刚才的举动有些反常 我怕他再做出什么鲁莽之举 你也觉得反常 他从小争强好胜 但一下拿得起放得下 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歇斯底里 或许是因为两次都栽在你的手里 让他恼羞成怒了 恰恰相反 我一直隐隐觉得 他不像是冲着我来的 为什么 直觉 当时他好像只是为了接近我 对我的威胁 倒像是逢场作戏 别动 给我记住了 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 是桌案 我太大意了 桌案怎么了 桌上有红毒灰 我也是迫不得已 换成您 您会善罢甘休吗 不会 但我未必有你做得好 像当初 我也想放你一条生路 可是现在包装把我逼上了绝路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换成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您能把我钱成四季 这件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 我们俩各取所需 以后我保证对您 重心不二 完了 当初要是我中我的榜 你收你的钱 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 但你不是这样的人 今天可以效忠于我 明天你就可以忠于别人 我凭什么信任你 既然如此 那只能今天有命了 可是 可是我也不能自情了断啊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忠诚 更不会相信你会以死尽忠 那您想怎样 我要你死 您把我怎么了 我在你的酒里下了毒 这招是跟我爹学的 要不是事到如今 我也不会用此卑鄙的手段 救命啊 为文青那家伙 以前给我算过一挂 说我这个人多败于十欲不济 还真让他说中了 我这两次入狱 都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上一次欠了点火候 这次又多了个泥 救命啊 是你自己送到我身边的 这就是你的命 认了吧 开门 是 救我 救我 没想到我这么处心几率 还是被包大人你看穿了 看来这就是我的命 我认了 赶紧救人 是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毒 自己去想 这么说 你是擅自将陈世美关进了书院的库房 这是我刑事习惯 免得接榜前出了岔子 怪罪下来买卖就不划算了 张子庸只管出银子 从头到尾都不插手 甚至连替考的姓名都不知道 书院的火是你让张东放的 不是 我也是第二天才知道 烧书院这种不划算的买卖我不做 你跟张子庸认识多久了 我们之前不认识 张东托人找了我 我见他出手阔绰 就答应了这笔买卖 事后你为什么会住进厅语楼 张公子欣赏我做的事 想跟我切磋 要我在厅语楼小住几日 我理当顺从他 你会做师 不管报大人的事 我本来就是个读书人 但因功成名就 却遇到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事情 你是在报复 报复 这是我的立身之本 是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给我的 报复你们 断我自己的财路吗 这些年 经你守重举的进士有多少 原来包大人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若是不说 我还有可能出去 我这是说了 不仅皇上要杀我 包大人要杀我 门外有一堆人等着要杀了我 都有谁 杨天大校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浩人 你们这些酷启放我出去 关着我你也不会知道名单 放我出去 包大人 这伟文青都喊了一天了 他不死 我俩快烦死了 他要什么 咱们就给他什么 他这不过是罪样了点 这种算为人 两鞭子下去 啥都着了 你还想动手 那我们凭啥伺候他呀 因为他很重要 把门打开 尾公子还不认罪吗 明明会有人救我出去 这桩买卖没有剔除我的道理 执迷不悟 是包大人执迷不悟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替相 尾公子应该还有态度不甘心吧 就忍心这么不言不语地走吗 走 当然要走 而且我很快就能走了 一走就是阴阳两隔 你杀不了我 外面要杀你的人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甚至可能这牢狱都保不了你 不可能 不可能 尾公子才真是天真的那个人 你安然无恙地从开封府走出去 难道就不可疑吗 对于那些怕你乱说的人 没有什么比杀人灭口来得更周全 是他们逼我的 现在却要杀人灭口 尾公子只有交代实情 才是最好的选择 实情就是这个世道逼我的 他们只给我一个选择 十年寒窗苦毒 却不如一百两银子 我能奈何 包大人 你要查得一个个位高权重 一句话就能断了我们的生路 包大人 你还要查吗 查 好 在下不猜 但是有一点绝对无人能及 那就是过目不忘 他们要帮谁 谁替考 谁谁要 所有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账本丢了就丢了 但是只要我不死 他们就不会消失 包大人 我走 您可巧了 王朝马汉 在 笔墨拿来 是 记得去年哀家五十大寿 皇上派人送来一条翡翠的坠子 绿的出奇 水头也好 哀家寻思着 这再好的翠 也不如金子显贵气 恰好这金枝玉叶 玉翼也好 哀家一眼就替皇后相中了 娘娘怕是离宫的日子久了 忘记了皇家的孕见 这贵气哪是显出来的呀 那是与生俱来的 和皇上送您的寿礼相比 金子 怕是太刺眼了些吧 清儿 怎么了娘 喜欢吗 喜欢 不过 皇后说得对 若是配凡夫俗子 这金叶绰绰有余 配皇后 和娘这样的皇亲国戚 反倒是 官上加官了